中秋假期迎接的却是雷雨淡来袭 从昨晚到清晨多地降下大雨 尤其闪电冰雹还下醒了不少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呢 是吹起了西南风 带进了满满的水汽 一整天对流性的降雨都比较明显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呢 因此预估在稍后 这个云嘉南地区持续性的降雨 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在嘉义县可能达到豪雨等级 那么气象局目前针对了云林县 台南市嘉义县市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曝 电量降水进一步看到了 白天是比较偏向中南部地区 整天性的降雨为主 那么在北部东北部其他地区呢 则是午后降雨为主了 山区要盛防热对流 可能出现说来就来的雷雨天 不过看到了到了晚上 大部分地区雨都会渐渐停下来 环境转干 转为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因此明天降雨其实就会趋缓了 星期天到星期二之间水气量减少 天气晴朗 但是午后仍有短暂渐雨 而到了下周三 会有一道蜂蜜靠近 北台湾降雨几率稍微增加 但是温度还是偏高的 而到了星期四呢 天气又会恢复平稳稳定了 降雨就只剩下山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的 迎蜂蜜飘雨为主了 各地在周四又回归到 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 那么基本上到五月梅雨季之前 都是以午后震雨为主 出门随时攜带雨具就对了 今天如果安排外出行程的话 但您掌握到在北部东半部 都是多云到游雨的天气 阳明山午后可能会打雷 山区的活动也要特别小心 而在周南部的景点 午后雷雨是更加的频繁 要盛防短延时强降雨 可能伴随雷电 在山区溪谷或海边活动 有安全疑虑 在这边我会建议您要多加斟酌了 好 再来就进到各地的详尽温度了 北部地区可能有午后雷雨出现 不下雨时都闷热 但是明天天气逐渐好转 介于这个22到30度之间了 中部温度则是介于 23 24到31度之间 山区要盛防雷雨 在云嘉南 对了云系发展特别旺盛 一整天都是有雨的 但是温度也偏高 而东部午后 短暂震雨是比较多的 温度介于23到33度之间 至于三个外岛地区 都是短暂震雨或是雷雨的天气为主了 温度介于19到28度之间 以上最新天气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